唐朝年前 环西一带战乱四起 民不聊生 一位叫陪渡的官员 主动向朝廷请命前往平溪 皇上 为臣愿带兵前往 平定战乱 因为战乱 环西一带一片废墟 伤兵和百姓 都只能安置在城外的观音庙里 哀生一片 一连几月 陪渡白天体察军情 心上前线 到了夜晚 便足房散落在城外的伤兵难兵 把他们送去观音庙 并重新修善庙宇 教育大家拜佛诵经 祈求平安 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的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一天夜里 陪渡在观音庙 看望了伤员后 已疲惫不堪 便靠在庙内的一根柱子上 睡着了 突然 陪渡感觉眼前有强烈的光芒 他睁开眼 看见金色的观世音菩萨 显化真身 陪渡 以慈悲百姓 礼敬三宝 无特来点画你 此战若要得胜 十月初九 雪夜行 观音说完 化作一道金光 飞进云霄 诶 观音菩萨显灵了 陪渡猛然惊醒 心想着 一定是观音菩萨 在梦中 点画自己 十月 一晃而至 将军 本次强弓失利 报 陪渡几次率军强弓 敌军总营 但九宫不下 眼看粮草即将耗尽 天气转凉 大家束手无策 唉 这可如何是好啊 今年的雪真子 自战若要得胜 十月初九 雪夜行 十月初九 雪夜行 今天就是十月初九 难道菩萨 是让我今晚进攻 来人 马上整尊兵马 必胜 必胜 到了半夜 陪渡带兵出发 走到半路 竟争的天降大雪 大雪 掩盖了 裴军的行踪 他们成功 突击了敌营 获得大胜 并升起了敌军首领 因为此战 得益于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典化 不宜杀生 本将军立约 愿想者 朝为我军 不愿为兵 远归农者 悉数奉行 从此 怀西平定 百姓安居乐业 后来 陪图在怀西 修建了一座 德王观音庙 以报那夜 观世音菩萨 现身指点的恩德 并宣扬佛法 令德王观音菩萨的故事 传遍天下 百姓 以深感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纷纷放声行善 皈依三宝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被称为 德王观音